接著就是講三月的獅子這一套新房超之今季 新房的嗎? 新房的這一套 但最有趣的是這一套是放在比較穩健的電視台播放NHK播放的 的確是新房的 但它那裡用的班底不是玩得比較重的班底 不是新房一貫玩的 就是去拍戲弦系列那些 去拍雙物語那些 就是一些比較穩健的 所以演出那裡都沒有那麼多很標誌性的東西 不過故事對我來說都算是用這一套演出的剛剛好的故事 因為始終原作是《月威夜千花》的原作 就是少女漫畫的改編 始終這個特色不會像少年漫畫的口味那麼重 就是淡淡然的又是 淡淡然的就不會像奇遺那種少年漫畫 等一下 少女漫畫的口味那麼重 不是少年漫畫的口味通常是更加重的 原來是 給那些專品的小女漫畫的劇情可以很厚重的 但《月威夜》的確是比較一向都是喜歡一口口味的 淡淡然的故事 《月威夜千花》的故事 《月威夜千花》的故事其實是講一個少年騎手的故事 騎手就不是騎運那個圍棋騎手 就是日本將的騎手 雖然是用棋來做故事 其實主要是講一個少年人去經歷自己很多成長階段的一些曖昧的情緒 尤其是他講的是 雙親在年輕的時候都過世了 或者是克服他的雙親過世那種沉動的心情 是啦 其實是講多一點的 是他拿棋做主題是講一個歧視的心態 即是他可能是講我事情是很冷靜的 我要觀察入眉的 我一個人作為這樣的人生處世 其實他會有什麼制語呢 其實是拿一個這樣的比喻進去 即是棋其實是有講的 但是他不是很詳細去講對局怎樣去對 分析那件事情 他始終不像奇雲那種 即是這麼著重在旗盤上 那種共手交換那種感覺 還有是好事來的 因為日本唱機是很複雜的 唱機是很複雜的 是的 圍企當然很複雜 但是規則很簡單 但是事情很複雜 但是唱機是規則很複雜 那些戰術更複雜 更複雜 更加複雜 所以不啟識是好事來的 始終那個少女漫畫 那種擺的重心 始終都會放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或者是怎樣成長那方面 我以為你把少女漫畫 就很想放在少女那裡 好笑女漫畫典型那些 boy meet girls 的劇情 不是啦 他是boy 回家見到一堆girl 不是boys 他現在是boy meet woman girls and law lee and law lee 叫你去pacific 你有特大、中和大 你有什麼尺寸 任君選擇 我說高度 所以故事其實不是那個棋 反而作品的標題說 是三人的獅子 那些獅子其實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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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的言語 就是march come in like a lion 就是這個月份 這個季節來到的時候 就很狂暴地來 但是那個下一句句子 就是這個 and goes out like a lamb 就很純良 好像羊 一樣很純良 很溫和地離開 還有我覺得他用這個標題 三月獅子的標題 都會回應上漲棋 其實是六月開始 他都是在三月結束 三月就會判定你的歧視 究竟是升短或降短 所以這個 我想這個月份是有些關係的 不過我想三月獅子 比喻好的地方就是 雖然兩家人那裡 他那個事情 例如男主角 周園和阿川本 當然是整家是一個不同的構造 一個不同的職業 好像那個交集 但是他們唯一共同的地方 就是喪親 他們那個事情就是 他們都有一個很狂暴 很慘 很狂暴的 不不不不 我要打電話看你 我看到阿成有這些話想說 其實喪親這些 大部份動畫都是common的 死傷親時常識吧 我不是那四天王識的死傷親 那些不會令到你這麼哀愁感 那些是一個設定 那都不是很哀愁 都是吃咖哩飯 都不是 我第三集都很淡淡然的 都不是淡淡然的 那淡淡然的 那淡淡然呢 不是 他透露到這些東西出來 讓觀眾感覺到 其實已經成功了 那是 而且我想那個故事 為什麼說西德思議 就是他們都有那個 很暴烈的展開 開始 其實兩家人都是 他們失去了這個家人 他們有那個悲傷的事情 跟著他身上 我可以想像 那個故事慢慢說 就是他們 怎樣有這個過去面對 怎樣互相遺跡 然後之後 就好像 come out like a lamb 怎樣成為這個大人 就是你那個 怎樣去平復這個事情 我想那個主題 應該都會繼續說這個 或者是互相經過這段傷痛 即兩家人都經過這段傷痛 怎樣互相遺跡 就會成為這個大人 嗯 我想基本上 都概括完 因為其實 我想那個故事 暫時有一個很明顯的 指線 他不是很劇情向的動畫 應該說 但我看這套東西 那些聲優 是 斑底幾重 那這樣也是 其實我都覺得 這季我覺得比較少 是一些大家都 一見到的名字 耳熟能長的聲優 這套東西 其他那些是很scatter 這套你可能有兩三個認識的 很熟的 大太一些 其他有些新人的 這套不是 這套基本上 個個你都認識的 老手大身手 又是素女編號 素女編號 我解釋的事情 就是有一堆動畫 說是捧聲優 專捧那些新人聲優 所以那些名字 就全部不認識 相比之下這套東西 是想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改編那個 去做那個漫畫的原作 就是買回動畫版 那你選聲優的時候 就自然可以選那些 我們比較熟口熟面的聲優 那都很好的 尤其是三集花澤 在這裡配那個 東奸女仔 那一幕都挺動人的 他已經成長了 不是下來 那個情緒是出來了 這方面的表現都不錯 我自己覺得 跟編周記是相似的感覺 就是 都不是那些 有那個很 很善情 對 他不是一個很重的故事 有講很多 講一個其實是一個 當這個故事 本身的主題是沉重 但其實他是想 達到一種人的事情 和淡然的哀愁 在那裡 但其實兩個的表現手法 其實有幾大的分別 有 如果我們不以日常的表現手法來看 編周那種 其實 編周那種 其實傾向有一點像 經安妮的做法 有些地方 譬如你說那些字在那邊飄 那些光影的效果 那些地鐵在那邊看人 其實有一點像那些 但這套東西 其實他做的那些 你說是新房 你說的話 我會覺得像的 但不重 他是很薄 他是有一些類似 半定格 但其實他又有一點點 effect 他有一種平靜的感覺 反而是 他反而是 他很著重眼的描寫 去表達人的感情 那種狀態 其實是 反而這個位置是挺合的 尤其是他有一些位置 就是講 歧視要有平靜的心靈 去應對奇局 他有很多 各種的變化 那些位置挺好的 這方面是比較合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都跟 並列 我會說 這兩套東西 就是你每個星期看一集 去慢慢咀嚼故事 就是鬥悶 都不是鬥悶的 哈哈哈哈 比較什麼 平淡 但是 有什麼不好呢 有時候有這些東西 看一看 較輕一下口味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一類的劇情 我想推薦這一套 所以總之可以夾到 ON在那裡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下一套 他們要想